望线,不会失控吗?第一集,魏无线回到了客舍,晃晃悠悠地躺到了床上,想到了今天看到的蓝二公子,美美地笑了几声,想到,嘿,这蓝二公子长得真的特别特别好看,那把银色的剑也好看,那身披麻带笑的白衣服穿在他身上也特别地好看,反正就是好看。 魏无线正想着蓝望鸡呢,就听见似乎有谁说话的声音。 哇,片子笑眉了,蓝战什么时候回来啊? 魏无线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又是谁? 魏无线道,云梦将是魏英魏无线,你呢? 嗯,你是魏英?魏无线?我也是啊。 魏无线道,啊?那你在哪呀?我怎么看不到你?我在静世啊?我也看不到你,你现在几岁了? 魏无线道,我十五了,你呢?你是未来的我吗? 哈哈哈哈,我今年五十多了。 哈哈哈哈,你才十五,那你现在在蓝氏听学吗? 魏无线道,对啊,我今天刚来,跟蓝氏的二公子还打了一架呢。 那个小古板长得可真好看,身手也不错。 对了,我刚刚听见你叫蓝二公子的名字了,你们的关系好吗? 哈哈哈哈,好啊,我们俩的关系那可老好了。 哈哈哈哈,魏无线道,真的呀,我今天见他第一面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成为毕生至极。 哈哈哈哈,毕生至极,也对,也对,哈哈哈哈,魏无线道,你又笑什么吗? 对了,你找到道理了吗?是谁家的呀? 找到了,是蓝家的,长得老好看了,是全修真界最好看的。 魏无线开心道,真的呀,那他叫什么名字,我们怎么认识的呀? 哈哈哈哈,这就不能告诉你了,告诉你就没有惊喜了。 魏无线又道,那江城呢? 他找到媳妇没? 没有,魏无线哈哈大笑道,他都五十多岁了,还没找到啊。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很好笑吗? 他几年前就死了,也来不及找了。 魏无线笑容一致,道,江城他还不到五十岁,怎么就死了? 他该死,他若不死,会有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他手里。 魏无线有点生气道,江城不是那样的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他,他是我们的兄弟呀。 呵呵呵,好了,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什么都不会信,慢慢来吧,你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 魏无线有些低落道,好吗?好吗?那我们先不聊他了,那兰二公子呢? 你不说你跟他特别好呢? 我跟你说啊。 哎,兰湛回来了,我不跟你聊了。 兰湛,你终于回来了,我都想你了,魏无线被那个魏无线的语气弄得浑身一码,什么鬼? 他为什么跟兰二公子这么说话啊?好恶心啊。 兰湛,我跟你说啊,我联系到了十五岁的魏无线啊。 他好有意思,他说要和十五岁时的你成为毕生之己哎哈哈哈哈,好搞笑啊。 哎哎,兰湛,一会儿再坐呗,先洗洗,哎,兰湛,挖兰湛,你别撕衣服啊,衣服花钱买的呀。 哎兰湛,你慢点,慢点,魏无线,等会儿。 他俩在干嘛?在那个吗? 我去,所以我的道旅是兰二公子。 魏无线坐了一夜,他跟兰望鸡,这这那那的梦,都没睡好,醒来以后发现时间已经有些晚了,吓得他大喊一声,糟了,拜礼要开始了。 进到兰市里发现人都来齐了,江碗银白了他一眼,想说他点什么,被一旁的江燕梨拉住了。 拜礼开始了,到江市时,温朝带着温情他们进来了,温朝开始各种挑衅,在要动手时,蓝锡尘吹奏列宾,平息这场为起的战争。 拜礼结束之后,魏无线就跟着江城和聂怀桑出去了,聂怀桑还在夸奖着魏无线敢跟温朝对峙,就看着兰二公子过去了。 魏无线想到了昨晚的事,有些害羞地向着兰望鸡打了个招呼,兰望鸡看了他一眼就走了。 聂怀桑道,魏兄,你竟然敢跟兰二公子说话,我来了云深不知处这么长时间,见到兰二公子都绕道走呢。 魏无线自豪道,那算什么,我昨晚还跟他干了一架呢。 江婉淫在一旁道,你别老想着作乱了,你还有二百六十遍家规没抄呢。 魏无线有些闹心地道,你能别老提这件事吗? 又对着聂怀桑道,我看到这兰家后山有水,我带你去抓鱼啊。 聂怀桑笑道,嘿嘿嘿,那魏兄,我们快去。 跟聂怀桑在后山玩了一会儿,连江艳离那里都没去,就回到了客舍。 回去了之后,开始试探着叫另一个魏无线。 叫了半天,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想到,昨晚差不多是子时的时候,联系到的另一个魏无线。 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地等着。 到了子时,他果然听到了魏无线的声音。 哎,蓝湛,今晚我们吃些什么呀? 好好好,我最爱吃水煮鱼了,就吃这个,还有天子笑我今晚也要喝。 嗯嗯,好了,我等你回来啊。 肚子时了,你还没吃饭啊。 魏无线好奇道,现在才有时啊,你那里都子时了呀,看来我们时间不一样啊。 魏无线,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蓝湛真的给你做吃的去了,好吃吗? 我今天吃了蓝家的饭菜,难吃死了。 哈哈,我告诉你啊,蓝湛是特意为我学的做饭呢,全世界蓝湛做的饭最好吃了。 还给我买酒,蓝湛是对我最好最好的人了。 魏无线突然觉得有些羡慕,真的呀,蓝湛对你那么好呢,那是你先追求他的吗? 那当然,我果断出手,就把蓝湛拿下了。 我告诉你啊,蓝湛跟我说了,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 魏无线疑惑道,我感觉不像啊,蓝湛第一次见我就把我给禁言了,哪里是喜欢我的样子。 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我拿着天子笑进云深不知处时,蓝湛没禁言我呀。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云深不知处门口啊。 你说的那次是第二次见面,我们打了一架,看来我们的世界有点不一样啊。 不过没关系,大致是一样的,蓝湛回来了,我吃饭去了,不跟你聊了。 魏无线,咱们这不能单方面挂断啊。 魏无线又是一夜没睡好,他觉得再这样下去,黑眼圈都要出来了。 上课时,蓝湛人开始他的长篇大论,本就没有睡好的魏无线困得直打跌。 蓝湛人看到魏无线居然第一堂课就睡觉,气得叫他起来回答问题。 魏无线发表了他的怨气论,把蓝湛人气得让他去藏书阁抄一千遍嫁规,附带着蓝忘机看管。 藏书阁里,魏无线看着在一旁一边抄书,一边欣赏蓝忘机写字,错过去看了看蓝忘机的字,夸道,好字,果然是好字,上上品啊。 蓝忘机瞪了他一眼,魏无线心里有些委屈,这哪里是喜欢我的样子吗?不由地撅起嘴来,撒娇道,蓝二公子,干嘛呀?你怎么老是瞪我吗? 蓝忘机被魏无线撒娇的声音,激得身上一麻,说道,好好坐着。 魏无线仔细地观察着蓝忘机的神色,发觉了刚刚他撒娇时,蓝忘机有些微变的脸色。 心里暗道一声,有戏,又再接再厉地撒娇道,蓝湛,我手抄得好疼啊,说完还伸出手给蓝忘机看。 蓝忘机看着自己面前的手,耳朵有些红了,强自镇定道,再说,多抄一遍。 魏无线气地在地上打伤了滚,一边滚一边喊道,干嘛呀,干嘛呀,你这是干嘛呀,呜呜呜呜,被禁言了。 魏无线鼓着嘴向蓝忘机呜呜的哼哼。 蓝忘机道,好好抄书,坐好,注意仪态。 魏无线有些生气地坐好开始抄书,越抄书越委屈,干嘛呀,那个蓝忘机对魏无线就温声细语的,这个蓝忘机对我就冷声冷气的,还禁言我。 哼,生气,太生气了。 蓝忘机看着魏无线气得鼓鼓的小脸,有些愁愁地握紧了拳头,施法把禁言解了。 魏无线感觉自己的禁言解了,心里有些开心,又跑到了蓝忘机的旁边道,蓝湛,你把我禁言解了呀,我可喜欢你了,可是你老是拒绝我,你再拒绝我,我就生气了呀。 蓝忘机欲言又止,魏无线又道,我真的会生气的,真的。 蓝忘机被魏无线这小模样萌得一塌糊涂,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道,不拒绝。 魏无线眼睛一亮道,真的呀,那以后你对我好点啊,温柔点对我说话,还要叫我魏英。 蓝忘机感觉天上好像掉了一个馅饼给他,有些呆冷地说道,好,魏英。 魏无线心满意足了,开心地回去抄书去了。 蓝忘机确实静不下心了,魏英这是什么意思?魏英,魏英是喜欢我吗? 魏无线美滋滋地回到客舍,躺在床上就开始翻滚,想到,今天蓝湛明显就是被我聊到了。 蓝湛一定是喜欢我的,我在接再厉,蓝湛一定会给我做饭吃,给我买酒喝的。 蓝忘机回到了静时,也久久不能回神,想着魏无线在藏书阁跟他撒娇的样子,不由地红了耳朵,拿出了忘机琴,弹了一段曲子,默默地想到,这个曲子就叫忘线吧。 魏无线想到,蓝忘机美滋连又听了他俩的墙角都不闹心了,美美地睡了一觉,准备精神抖擞地去藏书阁。 一到藏书阁,就跑到早就做好的蓝忘机旁边,撒娇道,蓝湛,你来得好早啊,你吃饭了吗? 对了,你肯定吃了,我也吃了,好难吃啊,超级苦的,我都没吃多少。 蓝忘机用力地握了握笔,道,做好。 魏无线又鼓起脸颊,两只眼睛水汪汪地看着蓝忘机道,你干嘛呀?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你对我好搭,蓝忘机心乱地,快成了一团麻线,站起身来对着魏无线道,魏英,等我一会儿。 魏无线看着蓝忘机出了藏书阁,疑惑地想到,撒得不对吗? 为什么蓝湛这种反应,我听到那个魏无线就跟着那个蓝湛这么说话的呀。 不一会儿,蓝忘机拿着一个石盒回到了藏书阁。 静止走向魏无线,打开了石盒,拿出了几盘点心道,魏英,只有点心,等休暮了,我带你下去吃。 魏无线有些愣愣地看着面前的点心,开心道,蓝湛,你真好。 拿起点心就开始吃,真甜,真好吃。 望线,不会失控吗? 第二集,蓝忘机回到了座位上,看着魏无线吃着香,露出了一个满足的笑容,魏英喜,以后多贝谢。 魏无线开心地吃着手里的点心,看到了自己还未抄完的蓝是家规。 想到了昨晚那个魏无线告诉自己的,那个蓝湛从来不让他抄,蓝先生罚他,蓝湛还帮他抄。 他看了看蓝忘机,下了个决定。 吃完了点心,开始慢悠悠地抄了起来,突然看到了一条,蓝是家规,抹额寓以规束自我。 只有在命定之人,面前方可解,还有这个,只有父母,妻儿才可以触碰。 他想到了昨晚听到的,那个蓝忘机,用抹额绑魏无线。 他的眼神,不由地看向了蓝忘机的抹额。 蓝忘机察觉到了魏无线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地握了握笔,耳朵上染上了红韵。 魏无线抄了一会,哀悠悠地哼起了起来。 蓝忘机道,魏英,怎么了? 魏无线上唇咬住下唇,对着蓝忘机眼圈红红地道,蓝湛,我好累啊,我的手真的好疼,你快看啊,都红了。 说完,把手伸到蓝忘机的眼前。 蓝忘机看着面前的手,小心地握住,另一只手非常轻地揉着魏无线的手腕。 仔细看果然是有些发红,想了想道,魏英,你不用抄了,你看书吧。 魏无线心里笑了几声,面上还是一副唯唯唯唯的样子道,蓝湛,那蓝先生检查怎么办啊? 蓝忘机脱口而出道,我帮你抄。 魏无线目的达成,开心地抱住蓝忘机,道,蓝湛,你最好了,我最喜欢你了。 蓝忘机这回,不只是耳朵红了,连猴姐都是红的了。 魏无线美滋滋地拿出了一个阵法书看了起来,蓝忘机就模仿着魏无线的笔记帮魏无线抄书。 晚上回去的时候,蓝忘机还给他的乾坤代理放满了点信。 魏无线又是起了一个大早,他感觉每天跟着蓝忘机在藏书阁里的日子是那么令人期待。 他一点也不想自己在客舍里待着。 没想到刚出客舍,就被江城拦住了。 江婉淫脸色不好得道,你最近怎么不去阿姐那里了? 阿姐给你煮了汤你都没过来喝。 魏无线摸了摸自己的鼻头说道,这不是要抄家规吗? 我哪里有时间啊? 江婉淫面色好了一些道,你就不能不要老是丢我们江家的脸。 我跟你说,你给我老实点。 魏无线心里有些烦躁的道,知道了,知道了,我去藏书阁抄书了,我走了。 说完就迫不及待地跑走了。 走在去往藏书阁的路上,他想起了那个魏无线对自己说的话,他说,江城以后会滥杀无辜,恩将仇报。 他其实是不相信的,他跟江城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极度心强,但是却还算一个有侠义之心的人,以后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想起江城,魏无线就闹心,到了藏书阁,魏无线摇了摇头,把脑袋中的江城摇出去,恩,蓝湛在里面等我呢,想想就开心。 进了藏书阁,蓝湛果然早就到了。 蓝忘机看着魏无线进来了,有些害羞地摸了摸自己拿过来的石盒,鼓了鼓勇气上前道,魏英,我给你拿了点信。 魏无线瞬间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甜甜地道,蓝湛,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呢? 蓝忘机看着魏无线的笑容,只觉得心里甜甜的,说道,你说,不喜。 魏无线双手背在身后,对着蓝忘机娇俏地说道,因为我说我不喜欢蓝家的饭菜,你才给我带点心的吗? 蓝忘机点了点头,魏无线把石盒放到了蓝忘机的桌子上,坐到了蓝忘机的旁边,就开始吃。 蓝忘机因为魏无线坐到了他旁边,紧张的背都有些僵硬了,看魏无线像是有些噎到了,赶紧倒了一杯茶给魏无线。 魏无线赶紧喝了下去,蓝忘机轻轻给魏无线拍了拍背。 蓝忘机吃完了,也不回到他自己的桌子上,就跟蓝忘机坐在一起。 蓝忘机给他抄书,他在一旁看他感兴趣的书。 突然他一回头,看见蓝忘机那专注的脸,又看了看蓝忘机那微微透着粉的嘴唇。 脑袋里开始想到他听过的,那个蓝忘机和魏无线亲嘴的声音,跟蓝湛亲一定感觉很好吧。 蓝湛的嘴唇看起来很软啊,亲起来一定像美味的糕点一样吧。 又看了看蓝忘机的抹额,观察了一下自己的手腕。 嗯,绑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那个蓝湛很喜欢绑那个魏无线呢。 蓝忘机被魏无线盯得实在是不好意思了道,魏英,你无聊吗? 魏无线道,蓝湛,我想吃蟹黄苞,蓝忘机想了想拉起魏无线的手道,我带你下去吃。 魏无线有些猛逼道,我们下去能行吗? 没胸目啊。 蓝忘机道,我带你去,行。 魏无线在彩衣镇美美地吃了一顿蟹黄苞,蓝忘机还给他买了天子校。 魏无线乐呵呵地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魏无线第二天醒来,心情就有些低落,那个魏无线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自己真的有暗伤,那,姜叔叔知道吗? 知道的吧,开到了藏书阁,看到了蓝忘机,魏无线感觉自己像是被治愈了一样,好像所有的不开心见到蓝忘机都没了一样。 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上前对着蓝忘机道,蓝湛,你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呀? 蓝忘机有些羞涩地把食盒拿出来,魏无线以为还是点心,打开一看,发现是一碗粥。 还有一个萝卜拌的小咸菜,居然还加了辣椒,还有一个煎鸡蛋。 魏无线窃喜道,蓝湛,这不会是你做的吧? 蓝忘机耳朵红红地道,你尝尝,不好吃,我再改。 魏无线看着蓝忘机,眼泪好像要涌上来一样,吃着其实味道普普通通的粥和小菜,但是魏无线却像是吃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一样。 蓝湛那么仙气飘飘的人给我做的,特意给我做的。 这一瞬间,魏无线觉得那个魏无线说得对,蓝湛果然是对我最好的人。 一边吃,一边眼泪还是没止住,啪哒啪哒地掉在了碗里,一直观察魏无线的蓝忘机荒了。 道,魏英,不好吃就不要吃了。 魏无线抬头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眼角的泪还在,看着魏无线还有点滑稽。 道,蓝湛,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以前我觉得师姐的莲藕排骨汤最好喝,现在我觉得还不如你熬的一碗粥。 蓝忘机小心地上前用指腹轻轻擦掉魏无线眼角的泪。 道,魏英,你喜欢我以后都给你做。 魏无线忍不住了,扑进了蓝忘机的怀里,搂住蓝忘机的脖梗,脸蹭着蓝忘机的耳朵道,蓝湛,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蓝忘机被魏无线的话刺激得身体绷得直直的,不敢置信地问道,你说,要跟我在一起。 魏无线道,嗯,对,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要不要。 蓝忘机搂紧了魏无线,把头埋在了魏无线的颈窝里,声音有些闷闷地回道,我要,我心悦你魏英。 魏无线也把头紧紧地贴着蓝忘机的头发道,好啊,蓝湛,我们就在一起。 对了,蓝湛,我也心悦你,特别特别地喜欢你。 蓝忘机笑了,但是魏英没看到。 两人就这样抱了很久,魏无线松开了蓝忘机,蓝忘机还有些遗憾地不想松开。 魏无线道,蓝湛,你能不能带我去你们医药堂四长老那里啊? 蓝忘机惊道,魏英,你哪里不舒服? 魏无线道,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才要看看嘛,你带不带我去吗? 蓝忘机拉住魏无线的手道,现在就去。 魏无线道,现在去可以吗?要不要等到晚上的?现在不还是抄书的时间吗? 蓝忘机道,你身体要紧。 说完就拉着魏无线直奔着医药堂而去。 到了医药堂,四长老道,忘机,你不是听学的吗? 怎么突然过来了? 蓝忘机拉着魏无线对着四长老行了一个礼道,见过四长老,今日忘机前来是求四长老帮魏英看一下。 四长老看了看蓝忘机旁边的魏无线道,行,你小子坐过来吧,我看一看。 魏无线有些忐忑地坐下,伸出了胳膊。 四长老开始把脉,一边把一边紧紧皱着眉头,魏无线觉得那个魏无线说的话好像成真了。 心里慌慌的,蓝忘机更是紧张地询问道,四长老,不知魏英怎么样了? 四长老深深地看了一眼魏无线道,你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的? 身上全是暗伤。魏无线眼泪瞬间就出来了,那个魏无线果然说的是真的。 蓝忘机慌了,道,求四长老就卫英。 四长老看着二人的样子,叹气道,需要好好养着,我给你开些药,天天吃,还有。 你这身体是被灵气常年殴打所致,以后小心些,不要被打到了,再继续下去,神仙也就不了你。 四长老给开完了药,蓝忘机就带着魏无线回到了静室,蓝忘机看着魂不守舍的魏无线道,魏英,可不可以告诉我,是谁打你? 魏无线听见蓝忘机的话,挖的一声哭了出来,扑进了蓝忘机的怀里道,蓝湛,我好难过啊,他们都是在骗我。 蓝忘机心疼得紧紧地搂住魏无线道,谁,我帮你打他们。 魏无线哭着道,于夫人打我的时候,江叔叔从来没带我看过大夫,还有师姐,我以为至少他是真心对我好的。 可是,他也从来没带我看过大夫,每次于夫人打过我,他就劝我说于夫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呜呜,我都快被他打死了,还是豆腐心?呜呜,我以后再也不喝脸偶排骨汤了,再也不喝了。 蓝忘机眼圈都红了,没想到魏英在江家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道,魏英,退出江家可好。 魏无线点了点头道,好,我要退出江家,我不要被打了,被打好疼啊。 于夫人每次打我比被狗咬还疼。 蓝忘机心疼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抱紧魏无线,想给他安慰。 魏无线哭了一会儿,撒娇道,蓝湛,我难过,你安慰安慰我好不好。 蓝忘机道,好。 魏无线道,那你亲亲我好不好。 蓝忘机看着魏无线,小心地贴上魏无线的嘴唇,碰了碰。 魏无线有些羞红了脸,道,好像不是这样的,我听到是有声音的呀,我们俩怎么没有声音。 蓝忘机疑惑道,听谁? 蓝忘机,不会失控吗? 第三集,魏无线把他在子时能联系到另一个魏无线的事情告诉了蓝忘机。 蓝忘机,所以,让你去找四长老的事情也是那个魏英告诉你的。 魏无线点了点头道,对啊,就是他俩亲嘴的时候还有声音的,为什么我们俩没有声音啊? 蓝忘机其实也不会,但是他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做。 对着魏无线说道,你以后再静视住吧,我会好好学习的。 魏无线道,好,我们一定要亲出声音,对了,你帮我回去拿我的行李吧。 不想动了,蓝忘机点了点头。 灭怀桑送书送到了蓝忘机手里,蓝忘机回到了静视,发现魏无线已经睡着了。 看着魏无线的睡颜,蓝忘机露出了一个满足的笑容。 把魏无线从桌子前抱起来,小心地放到了床上,刚想给魏无线把外衣脱了。 魏无线就搓搓眼睛,哼唧道,蓝湛,你回来了,你去得好久哦。 蓝忘机被魏无线的小样子蒙得手痒痒,忍不住地揉了揉魏无线的头发道, 魏英,晚饭还没吃,想吃些什么? 魏无线一听来了精神道,蓝湛,你给我做吗? 蓝忘机点了点头,魏无线说道,那就做你擅长的吧。 蓝忘机起身离开了静视,去膳房给魏无线做吃的了。 等吃完了饭,魏无线看快到紫时了道,蓝湛,快到紫时了。 蓝忘机瞪大双眼,准备看魏英跟另一个魏英联系。 哎,魏无线,你今天去看身体了吗? 魏无线道,看了,你说得对,我身体真的很多暗伤。 蓝忘机只能听见魏英讲话,根本听不到另一个魏英的声音。 行,对了,我教你的功法,你练了吗? 练了,对了,蓝湛今天跟我表白了哦,我今天就让蓝湛陪我一起练。 魏无线得意地说道,啊,行,好好练,等我教你们更多的好东西。 对了,魏无线,没退出江家之前,不要让江家人知道你和蓝湛在一起了。 为什么? 魏无线疑惑道,你应该知道江家人对你什么态度,他们如果知道蓝湛跟你在一起了。 对着蓝湛也不会客气,那些恶毒伤人的话,他们会毫不吝啬地对蓝湛说出来,你知道的。 魏无线,魏无线突然沉默了,对啊,不能让蓝湛也被我连累,说道,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退出江家的。 等两人人的联系断了以后,魏无线拉住蓝湛基的手道,蓝湛,在我退出江家之前,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蓝湛基,为何? 魏无线道,你听我的。 对了,怀桑兄知道,不过没事,他不会到处说的。 蓝湛基不知魏无线在顾虑什么,想了想道,魏英,我会了。 魏无线猛逼道,你会什么了? 蓝湛基道,如何出声音? 魏无线,什么声音啊? 不对,你说的是亲嘴吗? 蓝湛基点了点头,魏无线愈愈愈示道,好,我们试试。 蓝湛基搂住魏无线的腰,就亲了上去,可能是第一次的原因,还有些凶狠。 魏无线被亲得有些喘不过气,想张嘴说些什么,没想到蓝湛基眼睛一亮,变。 伸了进去,魏无线感觉有一阵热流,从脚心冲到了头顶,亲得他腿都有些软了。 蓝湛基亲得有些上头,不小心把魏无线的嘴都咬破了,血腥气机的两人更加地上头。 魏无线舔着被咬破的嘴唇道,蓝湛,这是你从哪里学的呀? 蓝湛基拿出聂怀桑颂的那一本书,道,这里。 魏无线拿过来翻了翻道,你从哪里弄来的? 蓝湛基沉默了一下道,灭怀桑。 第二天,蓝湛基本想跟蓝起人禀报魏无线住在静视之室,没想到蓝湛基过来找蓝湛基。 蓝湛基有些诧异地看着魏无线躺在蓝湛基的床上,道,没想到魏公子也在这里呀。 魏无线赶紧起来向蓝湛基沉行礼道,见过泽吾君。 蓝湛基笑着道,今日是来找旺鸡一起下山除水碎的,既然魏公子也在,不如一起去吧。 魏无线眼睛一亮道,好的,多谢泽吾君。 三人带着门生一起下了山,来到了彩衣镇,两人住到了一处客栈,没想到客栈里十分脏乱。 殿小二跟他们说了碧灵湖里的水碎一事。 几人离开客栈去了碧灵湖,一人一条船往碧灵湖而去。 蓝湛基一直盯着魏无线,害怕这湖中水碎伤到了魏无线,突然魏无线看向蓝湛基的船, 发现吃水不对,赶紧喊道,蓝湛。 手中船桨一挥,蓝忘机飞了过来,那船底果然有水碎, 蓝湖尘夸了魏无线一句,果然惊艳老道。 魏无线对着蓝忘机哼哼唧唧地撒娇道,蓝湛,我是不是很棒棒啊。 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线的头道,嗯,厉害。 在一旁看到的蓝溪尘都无语了,碧灵湖的雾越来越大,水碎都冲了出来, 几人遇见飞起来,船都被水碎弄破了。 蓝忘机不放心魏无线,总惦记着魏无线的暗伤, 一把把魏无线拉到了自己的怀里,紧紧地搂着。 而此时,一个蓝家门声被拖进了碧灵湖之中。 湖水颜色越来越深,魏无线突然大喊道,水行渊,是水行渊, 是众多水碎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水行渊。 蓝溪尘拿出猎冰吹奏其曲子,暂时封印了水行渊。 回去的时候还是坐的船,魏无线看旁边的船上又卖琵琶的, 对着蓝忘机撒娇道,蓝湛,我想吃琵琶, 蓝忘机面不改色地叫住旁边的卖家给魏无线买了一筐。 魏无线有听到旁边有卖天子笑的, 哼记道,蓝湛,天子笑,说完还一脸委屈地看着蓝忘机。 蓝忘机道,只能喝一坛,你还在喝药。 魏无线笑着点了点头,让蓝忘机给他扒琵琶。 蓝忘机拿出琵琶就开始扒开, 害怕脏了魏无线的手,送到了魏无线的嘴边道, 喂鹰,吃。 魏无线一脸笑意地张嘴吃掉了。 在旁边看到全城的蓝溪尘,我弟弟是坏了吗? 还有这位公子说话,为什么突然变得,变得这么,肉麻呢? 蓝忘机看到了蓝溪尘,一脸不解地看着他们, 心里想到,啊,是你不懂。 一回到云深不知处,蓝溪尘就把蓝忘机叫走了, 魏无线只能自己无聊地躺在静视里, 翻了翻蓝忘机的书,翻到了聂怀桑那本书, 一脸好奇地翻开看,一边看还一边带入他听到的声音, 一边看还又嘴里滋滋作响。 等蓝忘机回来,已经天黑了, 蓝忘机从乾坤袋里拿出来了一些点心道, 魏英,今晚先吃点心可好, 太晚了,膳房关门了。 魏无线无所谓地点了点头道, 好啊,蓝战。 蓝溪尘一早就去了轻视求见蓝启人, 蓝启人还纳闷蓝溪尘为何这么早来找他。 蓝溪尘行过礼之后便道, 舒服, 踩一阵碧灵湖中的水碎, 竟是水行渊。 无线说, 可能与前些日子的傀儡仪式有关联。 蓝启人紧锁着眉头道, 魏无线, 这孩子是有些聪慧, 就是太过调皮, 至于水行渊之事, 我们也只能防范了。 蓝溪尘看了看蓝启人, 还是没忍住道, 舒服, 我有一事想跟你禀报。 蓝启人道, 什么事? 蓝溪尘握紧自己的拳头, 像是给自己加了个油道, 舒服, 忘记跟我说, 与无线两情相悦。 蓝启人摸了摸胡子道, 啊, 忘记交到了朋友啊。 不是, 两情相悦。 谁? 魏无线。 和谁? 忘记, 吓得揪断了自己好几根胡子。 蓝溪尘有点心疼, 被他舒服揪断的胡子, 肯定地点了点头道, 忘记与我说的, 说是一见钟情。 蓝启人猛逼道, 你说那碗, 忘记还把魏无线酒给打破那一碗, 还打了一架的那碗。 蓝溪尘道, 那是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听忘记所说, 是在山门口, 忘记还把无线禁言了。 蓝启人, 所以一见钟情, 就是这么个一见钟情法, 那魏无线是有受虐倾向吗? 蓝溪尘顿住了。 对啊, 想了想又道, 他们二人的相处方法可能与众不同吧。 蓝启人, 行吧, 既然忘记喜欢我, 也不能说些什么了。 我明日就与江宗主求亲。 蓝溪尘阻拦道, 不可, 舒服。 蓝启人生气道, 既然都已经两情相悦了, 还不早早地定下婚期。 蓝溪尘解释道, 吴县在江家过得并不好, 身体上都是于夫人打的暗伤, 他想着是退出江室, 再与旺季定下。 蓝启人震惊道, 你说什么? 暗伤? 魏无线? 那云梦江室不是说对魏无线带若亲子吗? 对了, 这江家真是不可交。 哼, 西晨, 这吴县退出江家之事, 你要多帮忙。 毕竟以后吴县就是我蓝氏之人了。 蓝溪尘点了点便退下了。 蓝溪尘来到了静室, 跟着魏无线说明日便可以去听学了, 不必再抄家规了。 魏无线还有些不乐意呢? 毕竟在藏书阁的日子过得是真的很潇洒。 第二日, 魏无线出现在了蓝氏, 江成一见到魏无线, 就给了魏无线一拳头道, 你最近搬去哪里了? 我都找不到你。 还有,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怎么不去阿姐那里? 你知不知道阿姐多担心你? 魏无线干笑了声道, 在藏书阁里抄书啊, 就直接住在那里了。 江成脸色好了一点道, 那你能来听学了, 快搬回来吧。 魏无线摸了摸鼻子道, 没抄完, 下学了继续回去抄。 江成还想发火说些什么, 江燕离过来拉住江成道, 阿成, 你不要怪阿县了, 他就是没有抄完家规而已, 不是故意不理你的。 魏无线看着江燕离怎么看, 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但是还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突然感觉一阵腻歪, 赶紧说道, 好了好了, 我们赶紧进去吧, 上课了。 进去之后, 就坐到了兰望机的后面, 闻着兰望机身上传来的檀香味, 总算是把他心中的腻歪劲, 给压了下去。 下了学, 在江成拉住他之前, 他飞快地拉住兰望机往静氏走去。 回到了静氏, 兰望机便去给魏无线做吃的了, 他就在桌子前静静地思考, 思考着与江家的关系。 望线, 不会失控吗? 第四集, 以前并不觉得, 现在看来, 江成对自己并不是兄弟之情, 江成对自己有一种控制欲, 他想知道自己的所有事, 想要自己在他的控制之内, 一旦超出了他控制不了的地方, 他就开始恐慌, 开始胡言乱语, 而师姐就是在江成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出场把自己推回那个圈里的人, 他们一家人把自己控制得死死的。 魏无线很是发愁, 一般人离开江家只要吞去家袍即可, 但他不行, 因为他是江家带若亲子的大弟子, 可是该怎么办呢? 还是今晚找大魏英说说吧。 兰望机回来了以后, 就拿出了一碗药道, 魏英, 先喝药, 一会儿吃完饭, 我带你去冷泉, 对你的伤有好处。 魏无线忍着苦意把药喝了下去, 兰望机看准时机把一颗莲子糖送进了魏无线的嘴里, 魏无线尝着嘴里的甜意说道, 兰战, 你什么时候买的糖, 我怎么不知道啊? 兰望机道, 我拿莲子做的。 魏无线凑上钱道, 你做的, 兰战, 你好棒啊, 我真的好爱你啊。 兰望机搂住魏无线盈盈一握的腰道, 魏英, 我也爱你。 空气又开始黏腻了起来, 在兰望机要亲上去的时候, 魏无线说道, 今天不能再把我的嘴唇咬破哦。 兰望机盯着魏无线的嘴唇道, 不咬破。 兰望机气息有些不稳道, 魏英, 去冷泉。 魏无线在兰望机怀里道, 嗯, 我腿有些软, 兰战, 你抱我去, 好不好。 好说完横抱起, 魏无线往冷泉走去。 到了冷泉, 兰望机抱着魏无线下了冷泉道, 魏英, 冷泉水很凉, 抱紧我。 魏无线点了点头, 搂紧了兰望机的脖梗。 兰望机突然感觉一阵水流冲了过来, 来不及出去, 赶紧抱紧了魏无线。 二人就被冲到了一处寒潭洞。 两人对视了一眼, 魏无线跳下兰望机的怀抱往前走去, 没想到看到了一把琴。 魏无线刚往前走去, 就被琴攻击了。 魏无线想了想到, 蓝战, 抹额, 抹额, 给我。 兰望机把抹额摘下, 缠在了二人的手腕上, 往放琴的平台上走去。 两人就见到了兰家的祖先兰义, 兰义把阴铁交给他们, 就消散了。 两人带着阴铁和琴, 就回到了静时。 魏无线看着阴铁道, 今晚, 问问大卫英怎么解决吧。 兰望机点了点头道, 你随我去见叔父, 今天的事情, 我们需要告诉叔父。 魏无线有点害怕道, 你叔父会不会不喜欢我啊? 兰望机突然轻笑了一声道, 不会, 叔父会喜欢你的, 兄长已经和叔父说了我们的关系。 魏无线已经被兰望机的笑容迷的舞迷三道的了, 说道, 兰战, 你笑起来好好看啊, 你以后多给我笑笑好不好。 兰望机又笑了, 道, 好。 兰望机拉着魏无线来到了兰启人的清室, 进去之后, 兰启人对着二人道, 坐下吧。 魏无线有些忐忑地坐在了兰望机的旁边道, 兰先生, 今日我和兰战从冷泉调到了一个寒潭洞, 见到了兰一前辈。 兰启人惊道, 老祖宗竟然还活着。 魏无线道, 现在没了, 他为了封印阴铁没了。 兰启人, 白高兴了。 道, 阴铁, 你们也知道了。 兰望机道, 温室, 是否因为阴铁的事情而来。 魏无线也附和道, 对啊, 还有那个傀儡, 碧陵湖中的水行渊是不是都跟阴铁有关啊。 兰启人点了点头道, 没错, 可惜现在温室是大, 我们并不能抵抗住温室的进攻, 阴铁如果被温若寒拿去, 可能情况会变得更糟。 魏无线道, 我有一个阵法, 只要给蓝氏设上这个阵法, 我敢肯定温室打不进来。 兰启人疑惑道, 你是在哪里学的? 魏无线看了看蓝望机, 道, 我其实在美丸子时的时候, 能联系到另一个世界的我, 那个世界的,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会的东西可多呢, 都是他教我的。 我和蓝湛现在练的功法, 都是这个魏无线改的呢, 蓝湛说, 是在蓝氏功法的基础上改的呢。 蓝启人摸了摸魏无线的脉象, 便相信了, 道, 那这几日你就和旺姬 重新设置蓝氏护山大阵吧。 至于你与江家的关系, 你放心地做, 我给你做后盾。 魏无线开心道, 多谢蓝先生。 蓝启人想了想道, 我蓝氏指认命定之人, 既然你与旺姬已经在一起了, 你以后就跟着旺姬 一起叫我叔父吧。 魏无线小脸红扑扑地道, 多谢, 叔父。 蓝启人看着他心进卷的小黑猪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行了, 你们休息吧。 二人行了个礼, 便告退了。 回到了静氏以后, 联系了另一个魏无线 得到了毁掉阴铁的方法之后, 就放心地躺在蓝旺姬的怀里睡着了。 第二日, 魏无线和蓝旺姬 便都没有去听学, 设护山大阵去了。 又到了该泡冷泉的时候了, 魏无线在冷泉里, 冷得瑟瑟发抖, 搞到, 蓝湛, 还要泡多久啊? 蓝旺姬心疼地抱住 魏无线倒, 还有一炷香就可以了, 魏英, 忍一忍。 魏无线倒, 蓝湛, 可给我冻坏了呢。 蓝旺姬抱紧魏无线倒, 现在可好些了。 魏无线倒, 嗯, 身上不怎么冷了, 但是舌头好冷啊。 蓝旺姬盯着 魏无线的小舌头倒, 舌头? 冷。 魏无线点了点头道, 恩啊, 说着, 蓝湛, 可以把我的舌头放进你的嘴里暖一暖吗? 蓝旺姬呼吸都开始中了起来, 咽了咽口水道, 好。 这一暖便是一炷香, 魏无线气喘吁吁地道, 蓝湛, 时间到了吧, 我们出去吧。 蓝旺姬眼睛还是离不开魏无线的脸, 道, 恩, 出去。 回到了静世, 魏无线道, 今晚, 还要向魏无线好好学学阵法福传, 不愧是我, 就是厉害。 魏无线正和蓝旺姬吃饭呢, 突然过来了一个蓝氏弟子道, 二公子, 云梦江式的江婉吟和蓝灵金式的金子轩 打起来了。 魏无线赶紧拉起蓝旺姬道, 走, 我们去看看。 等过去的时候, 人都不在那里了, 听弟子说, 被蓝旗人带走了。 二人又赶往蓝室, 刚到门口就看见江婉吟和金子轩跪在蓝室门口。 江婉吟看魏无线过来, 生气地站起身来, 一拳头打上魏无线的肩膀道, 你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金子轩居然敢侮辱阿姐? 魏无线被打得肩膀生疼, 最近他被蓝旺姬养得极好, 很久都没感觉到疼是什么滋味了。 顿时感觉特别委屈地躲到了蓝旺姬的身后道, 你不是打回去了吗? 干嘛打我? 蓝旺姬也恶狠狠地盯着江婉吟, 可惜江婉吟被愤怒冲昏了脑袋, 现在就只想对着魏无线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愤怒。 怒吼道, 你能不能不要老给我们江家丢人, 你一来蓝室就被罚抄书, 抄完书便不见人影, 你还记不记得你是谁家的人? 现在连阿姐收到欺辱了, 你都不管了, 果然你就跟我娘说的一样, 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蓝旺姬生气道, 云深不知处, 不可大声喧哗。 手一动, 江婉吟就被禁言了。 江婉吟被禁言后, 脸色仗得通红地盯着魏无线, 好似这一切都是魏无线做的一样。 魏无线看着江婉吟对着自己那张猙獰的脸, 脑袋一下子就清醒了, 他做什么了? 江城到底当我是什么? 是出气筒吗? 不管任何事情, 只要他不开心了, 就要在我身上发泄, 江城, 他真的很像他娘, 一模一样。 不再看江婉吟拉着蓝旺姬转头进了蓝室, 一到蓝室, 金光扇已经在了, 跟着蓝启人说着好话, 蓝启人的面色稍稍有点好转, 看到二人进来道, 忘机, 无线, 去那里坐着吧。 二人点头, 去旁边的椅子上坐好。 过了一会儿, 江峰眠和余子渊也来了, 余子渊还把江婉吟带了进来, 道, 蓝启人, 你什么意思, 居然让我的阿诚在外面跪着, 又看了一眼魏无限, 发展他居然在那里坐得挺好, 生气道, 主人在外面跪着, 你一个家仆居然在屋子里坐着。 蓝启人生气道, 你说谁是家仆, 江婉吟他犯了错, 他就该在外面跪着, 还有我什么时候说江婉吟可以起来了? 余子渊突然像是有些疯癫一样, 喊道, 哼, 他就是家仆, 他爹是家仆, 他也是家仆, 还有阿诚想, 什么时候起来, 就什么时候起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江峰眠一看不好赶紧道, 不好意思, 蓝先生, 三娘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有些口不择言而已, 请蓝先生不要跟三娘子计较, 蓝启人气得, 差点掏出剑, 捅死这两个不要脸的。 蓝西辰上前道, 魏长泽先生并不是家仆, 我们仙门百家的人皆知, 看来你们啊, 西辰并不想评论此事, 至于你说的你夫人是口不择言, 请恕西辰不能相信, 你夫人辱骂我蓝氏之人, 还请将宗主给我个交代。 江峰眠刚想解释一些什么, 就被余子渊打断, 余子渊有开始怒吼道, 什么交代不交代的, 我们云梦江市纵横仙道几百年, 就骂你怎么了? 蓝西辰气的平常温润的笑容, 都保持不住了道, 好, 是我们姑苏蓝氏, 高攀不上你们云梦江市, 请你们云梦江市之人离开云深, 以后我们姑苏不欢迎云梦江市之人。 江峰眠道, 这, 不必如此吧。 三娘子就是嘴毒了些, 没有什么恶意的。 蓝西人气地吼了一声道, 快滚。 魏无羡突然出来道, 江叔叔, 我要退出云梦江市。 江峰眠一愣道, 阿英,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跟着江叔叔一起回云梦吧。 于子渊痴笑道, 呦, 想退出江市可以啊, 废了自己的功法, 把这几年的米钱给我掏出来, 要不是我云梦江市, 你还不知道在哪个阴暗角落里扑通呢? 江峰眠没有在说话, 盯着魏无羡, 江碗银以一脸有本事你还给我们啊。 魏无羡道, 我爹并不是你们江家的家仆, 这几年无想无忌, 我要退出江市, 给我爹娘正大光明地立个墓, 还有仙门百家退出, 只要退去家袍即可, 我不会同意你们的无礼要求, 至于米钱, 我还你便是, 蓝湛, 你帮我给。 蓝忘机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塞到了江峰年的怀里, 魏无羡道, 以后我就不是云梦江市之人了。 江峰眠还想说些什么, 蓝启仁突然说道, 来人, 把这几个纵横仙门几百年的江家仁, 给我赶出云深不知处。 几人就被一群蓝家门人像赶鸭子一样的赶出云深不知处。 等江家仁被赶走了之后, 金光善起来道, 蓝先生, 事情既然已经解决, 我就先告退了。 蓝家众人才发现金光善还在这呢, 蓝启仁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胡子道, 哈哈哈哈, 那便不送金宗主了。 蓝氏只剩下了几人, 魏无羡有些虚脱地抱住蓝忘机道, 蓝湛, 以后我只有你了。 蓝忘机会抱住魏无羡道, 以后你还有叔父, 有兄长,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蓝熙尘赶紧附和道, 对啊, 无羡, 你以后就叫我哥哥就行啊。 魏无羡扑得一下笑了出来道, 好, 哥哥。 蓝忘机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道, 魏英, 叫兄长。 魏无羡猛逼道, 啊? 蓝忘机认真的, 看着魏无羡道, 叫兄长, 不是哥哥。 魏无羡又看向蓝熙尘道, 兄长。 蓝熙尘, 仿佛心被狠狠地中了一箭, 好不容易有人叫哥哥了, 又没了。 旺线, 不会失控吗? 第五集, 蓝忘机拉着魏无羡回到了静世道魏英, 明日给你买天子笑。 魏无羡摟住蓝忘机的脖子道, 蓝湛, 你是在哄我吗? 蓝忘机点了点头道, 嗯, 哄你, 所以不要难过, 以后有我, 我不会再让你难过。 魏无羡笑了, 笑着笑着就哭了, 紧紧地把自己的脸埋在蓝忘机的胸口, 道, 蓝湛, 有你真好。 自从脱离了云梦僵士之后, 魏无羡心里的大石头也没有了, 天天被蓝忘机看着喝药, 转眼间, 听学结束了, 云深学子们都各回个家了。 蓝忘机也带着魏无羡去寻找在外面的阴帖了。 蓝忘机在前面走, 魏无羡在后面跟着, 一步一步地跟着, 蓝忘机走一步, 他跟一步, 成功地把蓝忘机的鞋子踩掉了。 魏无羡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道, 蓝湛, 你坐好, 我给你穿。 蓝忘机坐到了大石头上, 魏无羡把鞋子慢慢地给蓝忘机套上了。 蓝忘机突然站起来, 抱起魏无羡道, 魏英, 是你先的。 一个树后面的草地上, 承受了他不该承受的。 魏无羡有气无力地在蓝忘机背上, 蓝忘机带着他往大泛山走去。 魏无羡在蓝忘机身上, 无聊地到处看, 看到了天上的温室的蕭。 魏无羡从怀里拿出了一个浮转, 打入了天空中蕭的身体里, 那只蕭被魏无羡给物理超度了。 蓝忘机看着掉下来的蕭, 往上背了被魏无羡。 两人很快到了大泛山, 看到了一个活过来的五天女, 二人用着大卫英教他们剑法, 成功把五天女给击碎了, 掉落了好多的灵魂珠子。 温晴赶了过来, 拿起这些珠子道, 多谢蓝二公子和魏公子。 魏无羡摇了摇手道, 不必道谢, 你赶紧看看谁的魂破缺了, 快给还回去。 温晴点了点头, 蓝忘机从五天女的碎片中拿起阴帖, 道, 两块了。 魏无羡点了点头道, 蓝湛, 你感受一下, 下个在哪里。 蓝忘机仔细感受阴帖的异动道, 朔阳。 蓝忘机拉起蓝忘机的手道, 走。 二人到了朔阳以后, 在客栈里打听了附近的, 尝试出了怪事, 赶紧过去。 在尝试看到了, 尝试满门被灭, 还遇见了小星辰和宋子琛, 还有小流氓薛阳。 绑住薛阳, 准备明日去清河涅市。 晚上子时, 怎么样? 找到了那些阴帖了吗? 找到一块, 今日我们来了朔阳, 我遇见了小师叔爱, 可惜小师叔没见过阿娘。 小师叔? 小星辰, 他在你们的世界, 居然已经下山了。 对啊, 小师叔还有个好朋友叫宋子琛, 两个人真不错, 佼佼君子。 宋道长, 上回见他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去了常试, 本想看看有没有阴帖, 没想到啊, 常试被一个叫薛阳的小流氓权杀了。 薛阳? 杀了他, 他必须死。 为什么呀? 就算他灭了常试, 那也是他和常试的事情, 我哪里有什么资格去杀他。 留着他, 他会害死小星辰。 不会的, 我们明日就带他去清河, 让聂宗主来决定这件事。 好吧, 记住, 如果他们没有杀了薛阳, 你就杀了他, 不要让他跑了, 他跑了不要紧, 一城整整一座城的人都会死在他手里, 还有小星辰, 白雪冠。 啊, 他杀了这么多人呢? 放心, 不会让他跑了的。 嗯, 希望不要让我这个世界的悲剧, 再发生到你们那个世界中。 第二日, 众人就压着薛阳来到了清河, 聂明觉听到此事之后, 果然就要一刀砍了薛阳, 可惜被清河聂氏的副使梦瑶给拦住了, 说是要从他嘴里得知阴铁的下落。 聂明觉便把薛阳关在了聂氏地牢里, 魏无羡心里总觉得不太对劲, 就阳地牢的方向走去, 看到了那位副使梦瑶从地牢里出来, 魏无羡道, 不知梦副使为何来此。 梦瑶笑得两个酒窝都出来道, 我也是担心这薛阳会不会逃跑, 便来看一看。 魏无羡笑道, 这不竟是防备如此严谨, 连个鸟都飞不出去, 梦副使也是过于担心了。 梦瑶笑了笑道, 魏公子说得对, 便行礼告退了。 魏无羡看着梦瑶的背影, 觉得这个梦瑶不太对劲。 晚上子时, 薛阳被聂宗主砍了吗? 没有, 被那个副使梦瑶给拦住了, 我今天看他觉得不太对劲。 梦瑶, 金光瑶, 他现在就在清河了, 还是副使, 你快去薛阳在的地方, 快去。 魏无羡有些猛逼地 拉着蓝望机 就往地牢的方向而去, 果然迎头看见了薛阳。 魏无羡掏出 随便就跟薛阳打了起来, 还没等薛阳放嘴炮, 就被魏无羡一箭封喉。 看着后面赶来的梦瑶, 望线对视了一眼。 蓝望机道, 带着薛阳, 去见聂宗主。 聂明觉看着薛阳的尸体道, 这是怎么回事? 魏无羡道, 今日白天, 我看到孟副使去了地牢, 就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晚上的时候, 心里总放不下这事, 带着蓝湛就去地牢看一看。 没想到就看到了孟副使放了薛阳, 我一时没收住, 薛阳就被我杀了。 灭明觉看着孟瑶大喊道, 孟瑶, 孟瑶本想狡辩些什么, 可是全被看到了, 他该怎么狡辩, 他现在就想先保住性命, 哭着道, 宗主, 我不是故意的, 是薛阳, 在以前就对我有过救命之恩呢, 我只是为了报恩, 才会出此下策。 灭明觉愣了一下, 想道, 确实救命之恩, 确实该报答呀。 道, 虽然你是报恩, 但是你违反军令, 我孽氏也留不得你了, 我给你写封信, 你回去金家吧。 孟瑶对着灭明觉磕了头道, 多谢宗主。 孟瑶走了, 薛阳死了, 旺县二人便回去休息去了。 第二日, 旺县便向聂明觉告辞了, 他们要回云深不知处了, 那一块阴铁的下落, 随着薛阳的死, 就下落不明了, 另一块在温若寒手里, 他们也拿不到, 他们要回去好好修炼了。 回到了云深, 两人就去寒潭洞闭关, 突然听到了打斗声, 二人赶紧出来, 没想到是温氏打进来了, 不过没有多少人, 看来是被魏无羡设的护山大阵 打掉很多人。 魏无羡和蓝忘机加入战局, 温旭看打不过, 赶紧叫着剩下的人撤退, 这一战温氏伤亡惨重, 只剩温旭和几个长老还活着。 温朝听说了这件事, 一顿笑话温旭, 开始组织起了教化司之事, 让百家把嫡系送来教化。 金子轩带着绵绵逃出了玄武洞, 已经受了重伤, 绵绵艰难地带着金子轩回到了金家。 金夫人赶紧把金子轩接过去医治, 金子轩道, 娘, 你快给我和那个云梦僵尸的江雁离解除婚约吧。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金夫人心疼金子轩, 这次遭了这么大罪, 道, 紫轩, 你要是真的不喜欢她, 娘就帮你退了。 金子轩道, 娘, 你是不知道, 这次在玄武洞里, 要不是江婉淫, 我们根本不会死这么多人。 金夫人疑问道, 为何? 金子轩道, 让她看看湖底有没有出去的洞口, 她自己看到洞口, 就自己逃走了, 害我们失去了逃走的最佳时机。 娘, 你是不知道, 仙门百家的人死的都没剩几个了。 金夫人一想不对, 既然仙门百家的人死伤惨重, 那么自己家儿子活着出来了, 那些人有可能会向子轩出手。 答应了金子轩帮她退婚, 就去找金光善了。 一见到金光善, 金夫人就把这件事情说了说来出来。 金光善安慰了一下金夫人, 告诉金夫人自己会把这件事情解决。 金光善转头就叫人把这件事散播出去了。 短短三天, 整个仙门百家都听说了他们的儿子死在了玄武洞, 都崩溃地前往玄武洞收尸, 看着自己儿子的残肢断壁, 哭得不能自已。 他们现在还不能找齐山温氏算账, 但是云梦江氏还是可以去一去的。 江婉吟一回到莲花屋, 就躺在了床上, 不敢说话了。 江丰眠问, 跟你一起去的那些师兄弟呢? 于子渊就抢着回答道, 不过就是一些家仆, 有什么可问的, 你没看到阿诚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吗? 难道那几个小弟子里有你在外面生的? 好啊, 江丰眠, 我就说你对那几个小杂种怎么那么好。 江丰眠无奈道, 三娘子,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于子渊吼道, 有什么可了解的, 你没看阿诚都成了这个样子吗? 还有你, 江雁离, 你还快去给你弟弟熬点汤, 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一点眼力见不着。 江雁离哭哭啼啼地去了厨房, 江婉淫就这样地在床上躺了三天, 等外面的消息传到莲花雾, 江丰眠都猛了, 赶紧去找了江城。 还没跟江婉淫说两句, 于子渊就又来了, 道, 那些人死就死了, 阿诚你做得对。 江婉淫沮丧害怕的心, 一下子被于子渊抹平了, 开始洗脑, 自己做得对, 洗着洗着发现, 对啊, 那些人死就死了, 该他什么事情, 他也不是故意不回去的, 他就是不小心被水流冲出去的, 对, 就是这样。 江婉淫顺利地把自己洗得特别理直气壮, 跟着江峰黏道, 我又不是故意的, 都是他们自己的错。 还有, 要不是金子轩在里面跟温潮作对, 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金子轩的错, 要不是为了救那个家奴之女, 就不会这样了, 所以, 阿爹, 你干嘛来找我, 去找金子轩啊, 都是他的错。 江峰眠也不想把错案在江婉淫身上, 现在的关键是解决外面的流言, 还没等他想出来, 温潮的小妾王灵娇来了, 王灵娇一来就道, 呦, 这莲花物也太破了吧, 这需要好好装修一下啊, 便坐到了莲花物的主位上。 江峰眠安辅助准备发飙的余子渊上山道, 王姑娘, 不知这回来莲花物有何要事啊? 王灵娇娇笑一声道, 哎, 这不是在玄武洞的时候, 又一个人竟敢对温二公子出手, 所以让我来替他承戒一下他, 江峰眠甘笑道, 哈哈哈哈, 王姑娘说笑了, 这里哪有什么得罪了温二公子的人。 王灵娇看着眼睛瞪得溜圆的余子渊道, 有啊, 不就是你们的儿子江婉淫吗? 余子渊一声怒吼道, 你说什么鬼话, 竟然敢攀车我的阿诚, 你算个什么东西。 江峰眠一看不好, 一掌打晕了余子渊, 对着王灵娇陪罪道, 对不起, 王姑娘, 我夫人她有些异症, 请王姑娘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王灵娇恨恨地看了一眼余子渊道, 要我原谅她也行, 你把她的金丹给我废了吧。 就, 哈哈, 挖出来吧。 说起来, 我还没见过金丹的样子呢。 江峰眠吞吞吐吐道, 王姑娘, 这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望线, 不会失控吗? 第六集, 王灵娇什么话都没说, 喊了一句温竹流。 江峰眠看着温竹流, 狠了狠心掏出配件一件, 挖出了余子渊的金蛋, 一下子就把余子渊疼醒了。 余子渊一醒过来, 就感受到了自己腹部剧烈的疼痛, 就看到江峰眠前面的金丹。 她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灵力, 发展竟然是自己的金丹被挖了出来。 她发疯似的向江峰眠喊道, 江峰眠, 你竟然敢挖了我的金丹。 江峰眠只能把余子渊又打晕了。 王灵娇拍了拍手道, 好好好, 江宗主果然对温家忠心耿耿, 自己妻子的金丹说挖就挖, 真令人欣赏啊。 不愧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江家人啊。 小女子佩服佩服, 江峰眠面不改色道, 不知王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王灵娇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温公子吩咐了, 以后莲花雾就是我们温家的检查聊了, 你赶紧带着你那些个小徒弟滚出去吧。 江峰眠都有些笑不出来了, 只能甘笑道, 既然是温公子的吩咐, 封眠岂有不应之理, 这就把莲花雾给温公子空出来。 说完就赶紧抱起于紫苑退了出去, 带着一直在问为什么的江婉吟 和一直在哭的江艳离, 去了云平。 王灵娇还在纳闷着, 原来在江家设检查聊, 是这么容易的事吗? 温潮一进来, 就给王灵娇了一盒珠宝, 王灵娇就什么也不想了。 到了云平江家别院的江婉吟, 终于是发现了他娘金丹没了的事情, 发疯道, 阿爹, 是谁挖了阿娘的金丹, 我去杀了她。 江峰眠尴尬道, 这不是你娘又在说胡话, 要是不挖了她的金丹, 我们今天都得死。 江婉吟不可置信道, 是你, 居然是你, 爹, 就算你不喜欢阿娘, 你也不能挖了阿娘的金丹。 江峰眠看着一脸听不懂话的江婉吟, 心累地摸了摸自己的头。 仙门百家们从云梦死里逃生后, 就派人打听江家的所在, 没费什么劲儿就打听到了在云平, 众人浩浩荡荡地赶去了云平。 到了云平的江家别院之后, 就集体冲了进去。 江峰眠正被于紫渊的谩骂, 江婉吟的抽风, 还有江艳离的哭泣声折磨得不行, 没想到前院就传来打斗声。 等江峰眠赶到了前院, 就看见了满地哀嚎的江家弟子, 仙门百家的人看见他出来了, 都向着他攻击而去。 江峰眠的修为并不弱, 可惜人实在太多, 江峰眠双拳难敌四手, 被几人连手废了金蛋, 摇不起上前, 直接把江峰眠的手巾和脚巾都挑了出来。 摇不起大喊道, 走,我们进去, 那个江婉吟一定在里面。 还没等众人进去找江婉吟, 江婉吟就出来了, 看到他跌在地上, 全都是血, 怒吼地冲了上去。 被几个人连手打得鼻青脸肿, 即使这样, 江婉吟嘴里还在不甘不敬地谩骂着。 摇不起这小抱脾气, 一点不惯着江婉吟, 直接把江婉吟的舌头弯了出来。 江婉吟一边哀嚎, 还一边恶狠狠地盯着摇不起。 摇不起刚想挖了江婉吟的眼睛, 没想到江婉吟还有余力, 直接抱起, 一把捏断了姚不起的脖子, 众人一看不好, 又是一涌而上, 江婉吟的金丹被废, 四肢都被捏断了。 仙门百家的人看到姚不起死了, 其中一围春出来假惺惺地道, 姚宗主被这江家的恶贼给害死了, 我们可不能就这么简单地让他们死了呀。 大家说, 我们该怎么处理他们啊? 另一个方姓宗主道, 那就扔到街上做乞丐吧, 还有那个余子渊, 不是总是说别人是他家家仆吗? 那就让他去做真正的奴仆去吧。 不知谁家去仆人啊? 有一个经常跟着金光上花天酒地的宗主出来道, 就给我吧, 听说他们还有个女儿, 我一并接受了吧。 说着, 还一脸吃亏的样子。 众人皆知他是个什么鬼样子的人, 这余子渊和姜燕离到他手里, 恐怕得不到什么好。 云深不知处, 望线二人自从得到了两枚阴帖, 就留在寒潭洞净化阴帖。 净化途中, 魏无羡突然心血来潮地运转起 另一个魏无羡交给他的功法, 没想到阴帖中的怨气 都进入了他身体里, 蓝望姬与魏无羡本就一起修炼, 跟着魏无羡一起吸收了起了阴帖中的怨气。 没想到, 这个功法本就是灵愿共存, 互相转化的功法。 两人就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种空灵的境界, 就感受着灵力与怨气的转化。 突然, 二人皆是感受到了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 他们的金丹裂开了, 疯狂旋转, 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娃娃。 魏无羡摸着丹田处愣愣地道, 蓝战, 我这是怀孕了。 蓝望姬呼吸一致, 对着魏无羡道, 魏英, 我们是男子。 魏无羡解释道, 我知道我是男的, 可是肚子里多了一个娃娃。 蓝望姬沉默片刻道, 应该是圆英七。 魏无羡疑惑道, 可是, 这几百年不是都没有突破到圆英七吗? 怎么会突然, 等会儿, 蓝战,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二人听了一下, 发现是雷声, 出了寒潭洞, 发现整个云深不知处都被乌云笼罩了。 乌云里还噼里啪啦地闪着雷花。 整个蓝氏的人都围了过来, 蓝望姬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对着蓝氏的人喊了一句, 你们退出去, 叔父, 兄长, 带着这些人出去, 我们要杜劫了。 蓝起人极为听话地, 带着蓝氏的人退出了寒潭洞的范围。 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地, 向着望线劈了过来, 望线二人的法器都飞了出, 帮助望线二人挡雷结, 在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 突然从乱葬岗的深处飞来了一根有黑的笛子, 帮助二人挡住了最后的一道雷结, 又飞到了魏无羡的手里。 魏无羡有些新奇地看着手中的笛子, 笛子上面刻着陈晴二字。 魏无羡随手就把陈晴插进了自己的腰带上, 对着蓝旺鸡道, 蓝湛, 多了个笛子, 嘿嘿, 正好跟你的旺鸡勤配。 蓝旺鸡看了一眼, 陈晴点了点头道, 魏英, 我们出去吧, 要洗一下。 魏无羡看着他们二人狼狈的样子笑了笑道, 那快走吧, 我的蓝湛怎么可以这么狼狈? 二人收拾完了之后, 就去了清室, 蓝启仁和蓝西晨都很担心。 蓝启仁道, 你们为何会被雷劈? 魏无羡笑道, 我们渡雷结了, 我们是圆英七了。 现在特别厉害, 蓝启仁和蓝西晨有些猛逼看向蓝旺鸡, 蓝旺鸡点了点头表示, 魏英说的都是真的。 蓝西晨道, 阴铁呢, 你们不是去净化阴铁了吗?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到了圆英七? 魏无羡掏出了那两块阴铁道, 现在应该不能叫阴铁了, 他里面的怨气都被我和蓝湛吸收干净了, 现在是一块极为好的炼气材料了, 我准备把这两块放到碧尘和随便里面。 蓝启仁大惊道, 你们吸收了怨气, 怨气怎么可能吸收? 魏无羡别别嘴道, 就是可以啊, 我们还一起突破了修真戒几百年都没有突破的圆英七呢。 蓝启仁一脸世界观破碎的样子, 蓝西晨道, 既然突破了, 就好好巩固修为吧。 对了, 我接到消息, 云梦将是成了温室的检查疗, 于夫人还被江宗主挖了金蛋, 魏无羡, 江宗主挖了于夫人的金蛋。 蓝西晨点了点头道, 恩, 后来江宗主带着江家人, 退到了云平, 后来仙门百家的人去找过他们, 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魏无羡叹了口气道, 我既然已经退出了江室, 那他们是生还是死, 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蓝西晨点了点头道, 温若寒感觉已经疯了, 疯狂地炼制傀儡, 我们还是要跟温室打一架的。 魏无羡无所谓地道, 反正我和蓝湛都已经圆英七了, 不行我们就去不夜天, 直接把温若寒杀了, 扶植一个好的温家人不就行了? 对了, 温宁就不错。 蓝西晨笑道,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可以避免生灵涂炭。 望羡二人在云身巩固修为, 那边仙门百家的人就遭到了温室的血洗。 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眉山于世, 满门被灭, 据说是与老夫人妄图与温家论尊卑。 第二个就是一家和方家, 倒是胜了些老弱妇孺。 第三个就蓝陵金氏, 本来蓝陵金氏给温室送供奉的, 没想到金子轩出门夜裂, 碰到了带着王陵娇游玩的温巢, 又是恰巧, 温竹刘被温若涵叫回去了。 温巢和王陵娇就这样死在了金子轩的剑下。 温若涵大怒, 直接发兵金氏, 金光善本想舍了金子轩保金家平安, 没想到金夫人背后偷袭, 直接一见结果了金光善, 带领着金家众人敌死反抗, 在看反抗不住的时候, 叫绵绵带着金子轩逃出去了。 金家满门被灭, 金子轩也不知所踪。 金家的灭亡彻底点燃了百家的恐慌, 他们害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们自己, 都齐聚到了清禾涅室, 求聂明爵做主。 聂明爵本就跟温若涵有着杀父之仇, 道场就想揭竿而起, 被旁边的聂怀桑给恩下了。 聂明爵回到了房间有些生气道, 怀桑,你干什么要拦着我? 聂怀桑笑了笑道, 大哥,魏兄给我传来了消息, 他和兰二公子突破到了原因期, 等他们巩固好修为会直接杀去不夜天。 聂明爵大喜道, 那不应该现在就跟他们打吗? 聂怀桑看了看自己单纯的大哥, 无奈地道, 既然有避免战争的方法, 为何还要挑起战争? 战争起来受苦的只有普通的老百姓, 和一些无谓的伤亡。 聂明爵像是第一次认识他的弟弟一样, 欣慰道, 怀桑, 你长大了。 魏无羡和兰望姬巩固好了修为, 就直接遇见飞到了不夜天。 不夜天的大部分人都被温若寒变成了傀儡, 兰望姬掏出望姬琴, 用上闲杀术, 瞬间灭了一半, 魏无羡敌声附和, 一会儿另一半也都自己把自己给弄死了。 二人杀进了温若寒的地火殿, 直接跟温若寒打了起来。 温若寒虽然称作是仙门百家第一人, 那也是金丹七的第一人, 面对着袁英七, 还是两个没有什么反抗之力, 就被兰望姬一剑斩断了头颅, 魏无羡一剑杀了刚刚好像要偷袭他们的梦瑶。 看着梦瑶的尸体, 魏无羡有点茫然地对着兰望姬道, 他不是去兰灵金市了吗? 啊, 对了, 兰灵金市没了, 他怎么又来温室了? 算了, 他愿意去哪去哪? 兰望姬突然在梦瑶身上发现了一丝阴铁的气息, 手凌空一抓, 就从梦瑶的身上找到了一块阴铁, 又去把温若寒身上的阴铁拿了回来。 道, 阴铁齐了, 魏无羡突然道, 我总感觉还有, 灭家人和兰家人都上了不夜天, 仙门百家的人也跟着上来了。 魏无羡拉出温宁和温情, 告诉仙门百家的人, 以后温室就改名为齐皇温室, 由温情带领。 百家的人虽然想占点便宜, 但是魏无羡相当强硬, 他们还是整个修真界为二的原因起, 仙门百家的人屁都不敢放。 出了温室, 魏无羡似有所感, 带着蓝望鸡去了玄武洞, 杀了那只屠戮玄武, 取出了玄铁剑。 魏无羡道, 原来, 真的有五块啊, 你看蓝战, 这个也是阴铁, 现在才是齐了。 蓝望鸡点了点头道, 魏英, 厉害。 二人回到云深不知处, 净化了所有的银铁, 融进了二人的配剑中, 两人的剑便可以使用灵气和怨气了。 三个月后, 二人举行了隆重的节道大典。 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 感谢观看